大家好,新家今天要用iHerb来解决问题啦! iHerb是全球人气超高线上型美国保健食品商店,主打有机对环境友善,包罗全球1200多个品牌。 与试驾以外,这次还有超划算期间限定7-6折的优惠码强试星巴用了两周,也决了十几年的困扰。 星巴自从上次改善法量之后,用产品来取养头把和其他,这次总共会开箱5种发品。 那保养方面呢,本来有丢丢的脸部雷体。 换个方法,居然变成惊人好用,多功能全身高,只需要三分之一的价格,全身到脚都能保养的万用哟。 iHub 除了折扣码以外,超便宜购物的小秘密,区域回购的商品,特殊花样品。 用完之后,所有可无的商品,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这次买到超便宜好物的小秘密,iHub 网页或者是APP点选试用。 里面有很多刚进来的商品,或是iHub 自主研发的品牌,有的还低于5折,同板价。 这次买了4条护唇膏,居然才32块钱。 以为它会是那种很美式啊,表面滋润的护唇膏,结果居然成分天然,有蜂蜡跟橄榄油。 专门买给杏酱,睡前涂抹于嘴唇,跟人中,甘菊蜂蜜的味道。 试用价一直不到10块钱,很推荐试用看看喔! 或是可以参考畅销排行,惊讶的发现西妈之前购物,研究商品超久。 它这里刚好都有,早知道就来这里选就好了。 影片的最后,会再说明一次关税的部分。 这次分享商品较多,赶快来开箱看看吧! 推荐这半年,买很多的法品,像是夏天才适合的风银洗髮精,或是新版敏感头皮,滋养的去血洗髮水。 这款强韧洗髮精,超级容易缺货。 Maya是一个以天然法品美容为主的美国公司。 很喜欢,它们这种转一下就可以上锁的设计。 另外有帮助于流长发、刺激和滋养毛囊的强韧油,也是大缺货。 如果是头皮护理,新妈大约一周一次。 在洗髮前一个小时,磨在头皮上,让它吸收。 之后正常洗髮跟护髮。 强韧油的味道就是很常见的薄荷味,不会太凉。 但是超级推荐强韧洗髮精的味道。 很像在一个下过雨的森林。 潮湿的气味,很放松舒压。 不常闻到的迷迭香。 使用了之后有改善,容易塌头皮出油的困扰。 之后还是会定期保养,好好维持发质与发量。 洗完头发,再使用固法头皮养护精华。 是以天然为主的品牌里面抗掉法很有名的产品。 设计头皮使用方便的喷头,好涂抹与发根。 洗完头发后使用,稍微按摩一下让它吸收。 才用完头发不会油腻,隔天还会稍微蓬松。 以免冬天没有换季大落发的问题,还会继续试试。 那差点被丢到雷品G的提亮磨砂膏。 后来用对方法,才改善了心怕的小困扰。 有机成分还有海藻跟胡桃壳,非常特别的绿色。 用量不要多,水也别加太少,偶然会皮痛哦。 现在一周一次,把它加在洗面乳里面拿来洗脸。 或是加在刚刚介绍的洗髮精里,当头皮去角质。 完全取代了贵贵的头皮角质商品。 有粉丝困扰的,一定要试试。 轻发个人超有感,粉刺平滑许多哦。 用洗完澡之后,超级推荐的脸部保养。 每年冬天皮肤会变得超干,要买油,来加强保养。 终于找到好吸收,又天然,取代贵贵的平地方案。 用保养依照个人习惯,我会跟化妆水一起使用。 或是单独使用在最后一个步骤,锁住精华跟水分。 玫瑰籽油,还有添加维他命E,抗氧化改善暗沉。 完全没有花香,只有果核的味道。 分分天然,偶尔用在小朋友身上都不用担心。 近年皮肤都没有干氧过敏,雅阁超发散。 好用,还是会回购的商品。 洗完澡之后,这次试用了两瓶身体乳液。 这罐是自主研发商品,超好吸收,当时才五折。 那左边这罐补水剂呢,真的超有效。 里面有透明脂酸,可以帮助保湿抗老,均匀肤色。 质地有点粘稠,味道淡淡的清香。 使用的量,其实还好。 但是你看看,它必须推比较久,才会吸收。 所以可以顺便按摩一下筋络。 需要推个三五分钟后,它才会完全吸收。 但是不会黏。 来测试一下,它涂抹前后肌肤的状况。 原本超干的皮肤,涂完照补水,又不会油腻。 那另外这瓶,因为日本超干,是给信奖使用。 成分较安心,而且推个几下,就能吸收。 所以也很适合小朋友使用。 有认真保养之后的肌肤,真的会水润水润的哦。 但就是要推比较久。 练眉总是需要一点代价的。 再说到了洗澡,来推荐改善星巴困扰的肥皂。 它能生成清洁,还含有解除毒素的续角植素。 这次要来试试,能不能拯救星巴困扰多年的毛囊炎。 非洲黑块皂里面,看得到燕麦的颗粒。 有点拇指调,淡淡的香。 那这边压上肥皂扣,让它漂浮收纳。 它用起来特别滋润,不会有干燥感。 原本跟着星巴十几年的毛囊炎,用了这块肥皂之后呢, 越洗越平滑。 现在剩下一些印子跟一点点颗粒,真的有改善肌肤的效果哦。 小朋友的保健食品,会依照季节或是年纪做调整。 像是这罐星巴吃了说有鱼味的鱼油。 因为星巴很挑海鲜吃,所以才需要补充鱼油。 意外的信奖吃了三个多月,快要没有了。 一开始不太能接受,倒是现在很像是蛮喜欢, 跟妈妈玩鲨鱼吃小鱼的游戏。 外面一层橙香的凝胶,里面包着鱼油。 咀嚼在吞下,是一般可以接受的味道。 吃起来有一点糖醋鱼的概念。 另外鱼油,跟钙要间隔三小时才不会便秘哦。 还有最近刚开始给信奖吃就爱上的这罐。 里面有两种口味的维生素咀嚼片。 一天依照年纪,信奖可以吃两颗。 建议他没有吃水果的时候,再吃就可以。 然后到最近,就不太爱吃水果。 而且他吃起来有微微的冒泡感。 是有点像糖果的维卡蜜咯。 以及额同盖加维生素D。 都是在营养摄取不足的时候,给信奖轮流补充。 里面看起来最好吃的火箭食品软糖。 原本是买来取代一般零食糖果的。 但是好像太甜,信奖最不喜欢吃。 不是保健食品方面呢? 来推荐一下新家的料理新欢大蒜油。 它还有其他口味,但是大蒜味真的超级方便。 像是早上赶时间,用蒜头油加一颗蛋。 烤个7分钟,简单快速又香的早餐就完成。 或是家里剩下咖喱只需要炒一道菜的话呢? 还要在那边切蒜头吗? 很累的时候,就拿出方便的蒜头油。 有蒜头香又不会有蒜头的辣。 家里也不会有蒜头的油烟味。 尾巴还不会有蒜头的臭。 小朋友吃了也会喜欢。 也可以拿来当沙拉酱使用哦! 还有最近新尝试的牛萃取胶原蛋白胎。 比起之前的,它不需要空腹饮用。 比较方便。 木槽饰养牛肉身上萃取水解成分。 来源相对放心又好吸收。 但是,喝了还没有太多感想。 可以不用空腹喝,冷热饮都可以加,固然方便。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效果目前不太明显。 之后要来试试看,空腹喝的效果如何。 固然想变美,还是不能偷懒。 最后呢,因为工作压力大。 新爸新妈呢,有时候会睡眠不正常。 做了身体健康检查,甲状腺检查,过敏原检查。 医生建议减少压力。 还有太少晒太阳,缺乏维生素D。 身体会降低代谢,有点冬眠的模式。 维生素D,是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齿轮哦! 所以如果生活条件都在室内,很少晒到足够的太阳。 可以去检查,确认看看。 另外会搭配美,睡前一起吃。 维生素D可以加强美的吸收。 改善睡眠品质,与精神放松。 睡前再拉拉筋,物理治疗,里外调整。 睡一觉,隔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比较适合女性的产品呢? 这次试了蛮有效,神秘出相关的保健品。 之前都会定期吃莓果,喝满月梅汁。 生理期间或是天气闷热都比较容易有细菌。 除了洗专用洗剂以外, 曼月梅也要补充。 比起冷冻曼月梅跟新鲜曼月梅, 这个方便许多。 两边就是一杯满月梅汁的成分, 也改善了上厕所的次数,比较利尿哦。 这么多好的产品,要怎么购买呢? 打开iHub官网或是APP,下方确认一下语言。 放一下网站想要参考更多商品,可以在选购或导购寻找里面搜寻。 把想要的商品放进购物车,满1250元就免运。 2000元以内就免关税。 半年6次,1到6月,7到12月算一个半年。 那万一需要缴关税,也是先预交给iHub。 播者的部分,会在收到产品之后退回信用卡里, 最后会收到保管进口委认书。 上去填下资料,所以一定要用真实姓名,才不会有问题哦。 多元的产品,相对天然,低于市价。 一家人的健康营养,就靠它啦。 期间限定超划算,新客首次购买, 输入20SING,整单76折,就客满70美元。 输入70ING,也可享有76折的优惠哦。 这次选比较多商品,像是燃烟过后, 更新吧,很容易喉咙不舒服,烧身。 在刚打开,正在测试的风胶以及干草根, 之后会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记得追踪我们的社群,才不会错过好玩的消息哦。 谢谢今天的收看,拜拜。